美国经济越来越糟糕 油价物价 每个家庭生活开支 创了超过20天的新高 意思就是 你每天早上起床 东西就变更贵了一点 连续超过20天 很明显 通货膨胀不但不能避免 而且是现在进行式 美联储加息0.75个百分点 创下至1994年以来 28年幅度最大的利息调涨 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利用 利息强制把市场调回 正常运作的模式 试图把通货膨胀 控制在两个百分点左右 来避免彻底的经济崩溃 and 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three quarters of a percentage point 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rate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the pace of those changes will continue to depend on the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clearly today's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is an unusually large one and i do not expect moves of this size to be comm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 either a 50 basis point or a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seems most likely at our next meeting we will however make our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our thinking as clearly as we can our overarching focus is using our tools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our two percent goal and to keep longer term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ell anchored 这上面说的蛮清楚的 就是现在通货膨胀太夸张 供给或是产量太低 市场需求太大 所以要提升利息 在产量提升之前 降低整体的需求量 来维持市场平衡 我不想在这边 假装自己是什么 经济学家 因为很明显我不是 我只是读过亚当史密斯的 国富论而已 而且老实说 数字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每当政府介入经济的时候 经济就会越变越差 这也是基本常识 欢迎去看我个人的频道 PHC上面 国富论第十章 就算没有看过 也可以知道 市场基本运作模式 就是当产量高过于需求的时候 商家就会彼此竞争 价钱就会往下掉 当需求高过于产量的时候 买家就必须要彼此竞争 价钱就会往上升 那这个时候呢 你猜我们的前副总统Brandon做了什么 他跑去跟美国最大 而且跟官商勾结最严重的工会 A.F.L.C.I.O.发疯 因为这个样子 好像就可以骗到美国人说 他现在还可以有能力 来解决现在所有的问题 以下是他每次演讲的战术 就是好像在你耳边 轻声续地说悄悄话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喊这个样子 他在骂我们吗 很明显 民众权力 国家 这个就是西方自由国度的领导人 我不敢相信 我竟然会说这种 就是中共大外宣 嘲讽美国总统的话 而且这就是 做错事不认罪悔改的结果 只能一错再错 而且找一堆理由继续错下去 然后再怪别人说 为什么别人都不听他的 这是所有集权领导人做的事情 生育率第一名 就是要继续推广 同性恋跟变性人 人活着没有目标 变成神经病 拿着枪去学校杀小孩 就是要禁止枪支贩售 油价报表 民众买不起汽油 就要怪民众为什么不买电车 还有为什么石油公司这么贪心 不管自己的政策 还有方向有多么可笑 但是就是要继续下去 你有没有有过老板 然后生意一直赔钱 然后跟员工说 只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熬过这一段时间就好 然后熬到最后 公司还是倒了 老板却说 都是因为员工没有尽心尽力喂公私 接下来这一段就是 Brandon在说 工会是美国的基石 美国不能没有工会 美国一切的成功都是工会造成的 是吼 AFL CIO 这个工会就是导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好几次快要倒闭 需要纳税人用税金来援助他们好几次 全部都是工会的错 全部都是工会的问题 导致美国的汽车没有办法跟日本车 德国车在市场上面竞争 因为这些汽车制造商知道说 从1960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 就算他们做一堆没有人要的 然后又贵的破车 国家也会用纳税人的税金 来让他们继续维持 然后工会也知道说 这些政治人物要的只是选票 他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在政府里面要求立法跟福利 美国的这个国家工会 彻底的摧毁 美国在地球上曾经最大的产业 这个是这个国家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制度 但是Brandon在这边说 工会是美国经济无动的磐石 是吼 工会好棒棒 从来就没有让美国 美国人失望过 是吼 不过他去那边干嘛呢 他对着工会讲这些要干嘛呢 因为他要工会去投票嘛 要去拉票嘛 因为他想要继续当总统嘛 你愿不愿意跟你的总统一起分斗 你愿不愿意为了我继续领导美国而分斗 美国的公立工会就是促成官商勾结最大的祸根 他们的工作就是出来跟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谈判 来让工会有更多的政府补助 以下是他在说 工会快来帮忙Brandon 再创美国经济奇迹 山羊威斯比 奥起啦 帮忙 我們有一個經濟的經濟 在工作人員工作 我預告你 我會繼續戰爭 你們準備要戰爭我嗎? 我們一起建立 我們繼續給工作人員的戰爭機會 面對我們的挑戰 我們繼續建立一個更好的美國 因為我們可以做的 神經病你們 呃...yeah No, you can't, Joe 而且你讓整個美國變更窮了 OK,這個是整個演說最精彩的地方 是他在說他被很多人批評 說他亂花錢 但是沒有! 他花的錢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對啊 我們都變窮了嘛 好棒齁 我們來看一下他說有些什麼東西 民主黨喜歡我擁有一個大費用 我們花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來比我們更加的 但是我們來比我們更加的 我們來比我們更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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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知道 幾乎兩千元 在負責減少數 我不想再聽這些謎 關於懶惰花費 或改變人的生活 他剛剛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了嗎 這是個性別歧視啊 對不對 那些第三性呢 變性人呢 花太多錢 我改變了你的人生 你現在變得更窮了吧 最後他威脅我們要提高稅金 因為 這就是現在美國最需要的對不對 我們的薪水貶值 公司找不到投資人 利息變高了 所以見錢更困難 所以說 增稅就可以解決這一切啦 社會主義萬歲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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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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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沒有人有一個情況 在那裡 五十五個最大 最大的 五百公司 都賺了 四十億美元 每年 兩年 都賺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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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正在經過 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 他解決的方式就是 增加工會的權力 增加賦稅 等於是說 他所有的政策 都只會讓通貨膨脹更惡化 但是沒有關係 他不在乎你的錢包 他不在乎你的生活 他在乎的是選票 是權利 這不是在說 他是一個壞人 他只是跟所有的人一樣 絕大多數的人 都不會在乎 我過得怎麼樣 我的小孩過得怎麼樣 我的小孩有沒有飯吃 我也不會在乎到 絕大多數的人過得怎麼樣 他們的小孩有沒有飯吃 我只在乎 我過得怎麼樣 還有我的小孩有沒有飯吃 所以說 我在這邊強調只是 相信任何人在乎自己的生活 都是很愚蠢的 他們都是在騙你的 你要別人把錢給你的話 你就要付出相同的代價 這個叫做交易 政府是強盜 政府是小偷 只是他們可以合法的 從你的口袋裡偷錢而已 對他們來說 你是一個無底線的提款機 所以說不要相信他們 當我們的國家整體國力下滑 經濟衰退 通貨膨脹的時候 你會認為總統會想要討論這些議題嗎 當然不會 這就是為什麼 他要你知道 他的政權有多gay 而且使用了行政命令 讓全美國都變gay 你看看 昨年我們舉辦了這個 活動 而且 他的政策是簡單的 誠意 是 憲勵 在大眾的 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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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ve done that a record number of out and proud appointees at every single level of our government and as i said you know secretary brutish is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is doing an outstanding job of rebuilding america and i mean that in a literal sense and not just in terms of what he's doing in transportation but he's helping rebuild pride in america and my public spokesman kareem john fier is making we're also join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human services admiral rachel levin and undersecretary defense sean steely where's where's the secretary undersecretary defense there you g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uh是的我们要我们的政府看起来跟美国一样 所以他们放了史上最多的这个LGBTQ的人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这样子看起来就很美国了吧对不对 美国看起来跟rachel levin一样对不对 这个政策不错哦 而且又mies的手牠带匸我 贅上照片放在我们的边境跟那些非法移民说 来吧 变得更像美国人吧 应该可以下跑不少非法移民 剛剛大家應該都已經聽到了 他的政府比歐巴馬的政府還要平等 比一個黑人的總統的政府還要平等 他還講到了 Pete Buttigieg 帶領著他的政權重建了美國 還重新在美國建立了驕傲這兩個字 Pride 一個字 他的職位是交通部長 請了三個月的產假 但是他還做到了這麼多 實在是太厲害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去街上做一些訪問 就是說你身為美國人 有什麼事情是你最驕傲的呢 看有沒有人回答答案是 當然是Pete Buttigieg 他是交通部長 然後但是整個國家都是他在管的 全部的美國人都是他在管的 我們在這邊可以問一個問題 真的有人相信他講的那個樣子嗎 真的有人相信美國越變越gay就越變越好嗎 真的有人相信幫小孩子打變性針 切除小男生的性器官 切除小女生的胸部 讓他們變成一個殘疾人是在幫助小孩嗎 整個美國政府都這麼變態的相信左派說的嗎 還有他們做的這一切嗎 或許有幾個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經當官當了二三十年了 Joe Biden應該已經當了三百年了 如果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看法的話 跟一直以來他們的信仰的話 他們早就做了 但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才做 他們現在才在推崇這些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思想以及政治的角力還有武器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方向還有比政策本身跟思想還要邪惡 因為他們其實不相信這些 他們知道他們說的在做的事情是很邪惡的 但是他們為了選票 為了權力 還是要做這些下流的事情 而且他們還是會繼續做 讓這些東西越搞越大 越做越誇張 他們不會停止 除非我們起來停止他們的惡行 那要怎麼阻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在加州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公立圖書館 有變性人讀書給小孩的時間 然後有一群人 現在別人說這是proud boy 一個白人至上的組織 就是出來攻擊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當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想知道我們聽到為了 這是po有點不停的 我們也看不清楚 我看是放在公erson機的 我看不是小兄弟在香港 因為我看不清楚 你看不是小兄弟 對小兄弟 我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就是假了 對小兄弟 要做什麼 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你不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那麼強明 然後你對小兄弟 會進行 小兄弟 對小兄弟 還不失去 傭小弟 你不想被 就是要證明你一個小孩 這是唯一的問題 要證明你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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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小孩 給一個性變態 給一個戀童癖 你要你的小孩去圖書館 讀故事 要聽別人說故事 這個非常非常正常 我現在小孩聽不太懂 我也會讀故事給他們聽 但是為什麼你需要一個 穿女裝的男人 讀故事給他們聽 然後臉畫成那個樣子 為什麼小孩的故事時間 會需要包含那個男人 私下的性生活 性癖好 當然這個變裝皇后 就開始上媒體在那邊說 她很難過 她很傷心 她感覺被傷害了 現在警察在做一系列的調查 要抓出這些造成變裝皇后 LGBTQ的人受傷的這些仇恨人士 我沒有片段 但是我不想放 因為我最近已經被那些畫面噁心到了 不過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那些抗議的人做的事情 是不是對的 如果這是一個有文化的文明的話 那個變性人 那個Drag Queen 就應該覺得不舒服 一個大男人 因為自己的性癖好 穿著女裝 畫著大農裝 接近小孩 這樣子就是應該被譴責 你就是應該感覺到不舒服 剛剛那一系列的行為 如果讓那個人覺得很爽的話 那他就應該要覺得不舒服才對 把這些性變態跟小孩放在一起 不應該是個正常的事情 而且這是在一個公立圖書館 一個民眾的稅金運作的公立機構 那些人就是有資格去抗議 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這個是合情 合理 合法的 納稅人有資格去抗議 我們的稅金如何被使用 那就算是一個私人機構 讓一個性變態跟兒童在一起 也是虐待兒童 不合理也不合法 我們有資格要保護我們的小孩 不被性變態侵犯 但是舊金山的警察 不會用這個方式來調查 舊金山的警察 會把這個當作一個仇恨罪犯 OK? Hate crime 各位聽了沒有錯 警察要做的事情就是 幫助變裝皇后可以保持好心情 那各位認為警察該做什麼事情呢? 保護最高法院的法官怎麼樣? 最近不是有人從加州跑去暗殺法官嗎?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在法官身邊加強警力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保護法官呢? 這是理所當然的吧 但是民主黨永遠可以讓你更崩潰 有27位民主黨的眾議員 反對在這個時候 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身安全 396 members of Congress voted for this 27 voted against it all 27 important to point out are Democrats who did not want to advance this bill to the president's desk where it will go now this will give more protection not only to justices but also their families right now justices have around-the-clock security from the U.S. marshals and the Supreme Court police but the purpose of this bill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Senate is to protect thos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f the justices Martha last month the Senate passed a bill that would give more protection to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s the threats on Supreme Court justices continue remember it was not even one week ago when Supreme Court Justice Brett Kavanaugh was threatened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a man's currently still sitting in jail for this why it took us a few weeks rather than just one week to pass this legislation it's because Republicans refuse to protect the families of Supreme Court employees who are at risk shame on you for not doing that 沒有錯 這個從加州來的民主黨腦殘 Ted Liu OK 劉雲平 又是一個台灣之光 不是我在說啦 台灣之光真的是讓很多台灣人丟臉丟到家了 總而言之他們認為警察要保護被暗殺的大法官是不好的 但是警察應該要去調查讓變裝皇后不舒服的人 那些人是仇恨罪犯 我們要知道的是 執政者也是人 他跟你跟我都一樣 都是自私的 都是只為了自己還有自己的家庭著想的人 人就是這個樣子的生物 神創造我們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無法用政府、思想、主義來改變我們的天心 但是我們可以有律法來克制我們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保守派認為說 我們一定要有政府 政府要有能力來維護治安 但是政府沒有能力來給我們自由 給我們平等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意思就是政府不用給我們愛 愛是要我們自己去尋找的 政府跟我們一樣永遠都是自私的 永遠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而存在 政府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所有人民的權利都是累贅、都是阻礙 人民最好什麼都沒有 乖乖的聽話 當政府有危機的時候 每個人都發一把槍 你有權利 政府愛你 你也要愛政府 愛國家、愛黨 沒有國哪有家 趕快起來犧牲 來保護我的政權 就跟拜登在AFL CIO 的公會組織演講的一樣 他現在危機了 他因為經濟問題 把所有美國人的生活都搞砸了 但是他要你們一起來幫他奮鬥 唯一阻止他們的方式 就是看清楚人性 還有了解為什麼神要把律法寫在聖經裡面 目的就是要我們真正的彼此幫助 真正的得到自由 而不是因為政府的方向 而把彼此看成敵人 彼此屠殺 很多人說BOM暴動的時候 打砸搶 零元夠的時候 警察也什麼都沒做啊 No 他們做了很多 他們對著這群暴徒下跪 舉起他們的拳頭 支持著那些暴徒 打壓守法的公民 我不是在說警察都是壞人 我認識很多警察 他們人很好 他們很多人非常好 但是要知道的是 他們雖然標榜著為民服務 但是其實他們就是政府的打手 他們是政府可以使用的武力 政府可以使用他們 來保護你的人身安全 也可以把他們當成是 壓迫你的蓋世太保 真正能保護你的 只有你自己 你相信的人 你的教會 跟神的律法 所以 不要Outsource你家人的安全 包括人生安全 也包括經濟安全 跟健康安全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